你在看什么东西呢 看什么东西 看一下这个月的开支 你看现在马上一个月过去了 过去就过去 你每个月开支不也是那样 你什么事情你都不着急 那搞笑了 现在是你当家了 我找什么急 再说那是你的 是吧 有些东西都是你欠下来的 关我啥事 又不是我欠的 我为什么要操心呢 这个月你想一下 如果说按照以前的话 对不对 还有份工作 还有固定的收入 其实呢 这个开支跟收入是可以持平的 但是的话呢 这个月突然间 没有工作了 现在呢 又还是一个就是转折期 又没找到新的工作 每个月开支那么大 压力那么大 你呢 整天是吧 跟个小孩子一样 什么事情也不管 什么事情也不顾 任何压力都是我来承担 你说要你有什么用 你说啊 对 你就用了 对啊 正因为我没用啊 所以你就多有用一点啊 家里这些呢 你就承担好就可以了 你看一下这个账单 都是些大数目 小的我都没有算进去 房贷还有一年才还清 现在每个月还要还了2200块钱 水电费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会那么高啊 你在家里用的什么东西啊 2200水电费这个月要500块钱啊 你你你你你你用了什么东西 你告诉我在家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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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电费这个水费啊 你一天洗三次澡啊啊 你一天开24个小时空调啊 嗯 我有时候我一天在外面 你一天在家是吧 你那么那么热情 你还开火炉啊啊 你说完了吗 到我说了没有 你说什么东西啊 我说完了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用火炉 我妹妹 这种天气不是出很大太阳的情况上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开了空调 啊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天天洗澡 妈 我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牌子那么大 为什么为什么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你问为什么 为什么问你为什么 还有这个水电费加这个房贷呢 已经到了3000块钱了 买菜这个月基本上是你买的 买了3000多块钱啊 你买菜你买什么菜啊 我没见到有什么好菜啊 随便都吃肚子里面了 知道没有都消化掉了 肯定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了 我也不知道 你吃泥巴吃泥土去了 知道没有 一个月 青菜萝卜 大白菜 说夸张的 我全买青菜了 我全买青菜了 我一个肉都没买 我是说这几个饭子来 要么就是买了点猪肉 买了点虾 我没买排骨 我没买鱼 知道没有 我什么都没买 我们一天只吃一餐 我们中午不在家里面吃 早上的话我们是吃一吃粉的 对不对 你买了100块钱菜 这里已经到了6000块钱了 你想想 来来继续 现在都你的当家了 就开始数落我了 来吧 尽情来 你不要生气 还有你给儿子买东西 怎么又买了1000块钱 你买了什么东西啊 买了什么东西啊 我怎么没看到啊 嗯 我用你看吗 你现在质问是吗 我给他买了什么东西 关你啥事 我为什么要算出来给你看呢 一个月8000块钱的开支 这么大的压力 你想想 你一点都不帮我分担 还在那里落井吓死 我为什么要帮你分担 知道没有啊 你每个月开销那么大 是不是 以前 我说老师以前你开销也没那么大 是的 以前更加以前都上万去了 大哥知道吧 我跟你讲 其实说实话 这种什么水电费啊 什么房贷啊 这种都是小事 知道没有啊 这种什么伙食不伙食的 更更更啊 跟你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知道没有 我跟你讲啊 毛病在哪里啊 问题在哪里 就在你欠那些外债 欠的多了 要还的多了 自然每个月开销更多 我就不信你啊 每个月是吧 买点菜啊 加点水电费 或是干嘛的 哎呦上了8000块了 吹谁呢你啊 叫啥呢 那你想一下 明明是你那些外债 欠的那么东一点 西一点的 哎呦 你把我这个是吧 我我我作为这个什么 上个月的这个月的那个什么 管家是不是 我买了菜 对吧 我一个月用不到8000块钱 我一个月你别在吹牛 还有 我是负责买菜的 我不是负责管你那些还还款 那些都不贵东西的 这么有 你自己是吧 先到你接手了 你又要买菜 又要还带 还那个什么房贷 水电费 又还另外的债务加起来这么多 怪我啊 关我啥事啊 我没有怪你 我是说你这种债务 你就不要藏合到我这里来 这么有 你自己自作 这受自己欠下来的 你有什么资格的怪我呢 那些东西我没有算进去 我算的就是这个房贷 房贷管我啥事啊 你说来干什么 再说了我都没有怪你啊 你说来干什么 我怎么问你 你关我啥事 我欠他吗 你说到我这里来 我跟你讲 说白了 就是你挣不到钱 挣得少 才会觉得开销大 知道没有 不要从哪 不要 是吧 不要总是把锅摔到别人身上去 多找到自己身上的原因 是不是那么少了 对不对 哼 真搞笑 挣不到钱了 是吧 复杂不仅是那些 啊 该付的费用了 那在你扯 扯东扯西出 我开销大 说我花钱 但我花过你什么钱没有 你给过我什么钱没有 啊 我指望你这种人给我钱啊 多去努力挣钱吧你 知道没有 挣多点钱给我看一下 知道没有 找点本事吧你 闭嘴 关我什么事 关我什么事 与我无关